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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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要進行 第二章、第五節的 第二小節跟第三小節的部分 然後我們這學期就是講完第二章的部分 第五節的部分 所牽涉到的是柏拉圖的 Fedo這個對話錄 裡面談到了蘇格拉底之死 我們在上個星期已經 談過了第一小節 今天要進行第二小節跟第三小節的部分 那麼在第二小節 這裡他在一開始的時候提到 這個蘇格拉底的 這個靈魂不朽的論證 其實他在第一小節那邊就已經提到過 那在第二小節的開頭他談到說 他把整個這個論證給講完了 但是我們的書裡面完全沒有提到 這個論證的內容 但是卻談到了在聽完了 蘇格拉底的論證之後 他的學生們所發表的意見 所以我覺得有必要講一下 這個蘇格拉底的這些論證 他有好幾個論證 這個各位從書裡面 37 月一開頭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說 After listening carefully to Socrates' arguments 各位可以看到 arguments 使用負數 所以事實上蘇格拉底提出了好幾個論證 那麼這些論證並沒有名稱 那現在我要談這些論證 我就分別的給他們名稱 那麼各位在投影片上面可以看到 我這些名稱就是不同的書裡面 對於這些論證的名稱給的都不一樣 那我依據的是台大哲學系教授 這個希臘哲學的老師徐學庸 那麼他曾經這個寫過一本 關於飛斗篇的這個書籍 那麼書名就叫做靈魂的奧迪賽 靈魂的奧迪賽 那麼在那裡面他就討論了飛斗裡面 關於靈魂不朽的論證 那他分別的給了一些名稱 雖然這些名稱 有些我覺得可能也還是有商榷的餘地 但是我們就暫時的依照他所使用的名稱 那麼第一個論證叫做循環論證 但這個循環論證 並不是我們在邏輯上一般所講的那個循環論證 那麼相反的他要講的是 這種相反者互相生成這樣的一種觀點 那麼相反者互相生成 所以呢 A 產生了 B 那 B 是 A 的相反 B 又產生了 A 那麼因此看起來就構成的像是一個循環一般 所以這大概是為什麼循學永老師 把這個論證稱之為叫循環論證 但是他跟邏輯的那個循環論證 意思不一樣 並不一樣 並不一樣 好 那這個相反者相成的觀念 在循環篇裡面 他的確有這樣的說法 這個我把一些循環裡面的原文標註在 原文的這個頁碼標註在這些句子的後面 那這些頁碼呢並不是任何一本書的頁碼 而是最古代的時候 剛編幕出 Phaedo 的時候 那麼那個時候的頁碼 那他通常不會標在書本的最下面 而是標註在這個書本的這個側面的地方 所以當你去查的時候 不管你用哪一個版本 你只要找到譬如說 這個所有的事物都以相對物 來自於相對物的方式生成 那麼這個呢 你不論哪一個版本 你大概都可以找到他在 這個正文的兩側 這個寫71A7 以及一直到71A8的地方 找到這句話 好 那這個循環論證呢 他牽涉到一些觀念 一些觀點 那麼這個觀點呢 我就找了一些句子來說明 那麼剛剛我們已經看到了 這個第一個句子 就是所有的事物都以相對物 來自於相對物的方式生成 這個是蘇格拉底所提出來的一個觀點 然後接著他下面另外有一個觀點 這個觀點其實就是他的一個主要論證之所在 他說如果變化 不從兩物中的一物變成另一物 而且再從另一物變回該物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而這樣的話就會像圓的循環一般 那麼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麼如果變化是呈現性的 而沒有回轉或彎曲的話 那麼最後所有的事物都只會達到相同的結果 並且不再有變化 那麼我們拿生跟死這個來理解的話 就是說 在這個循環論證裡面 它意思就是說 生會產生死 然後死又重新產生生 生再產生死 那麼這個就是所謂的相反者相成 那在下面的這段話 作為它的一個論證 它主要的一個說法就是說 如果生不產生死 死產生生 然後形成一個循環 所以就會什麼 生生不息 這個有生有死 不斷的進展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就會變成只有從生到死 然後從生到死 那麼他說這樣的話 最後所有的生都會變成死 那麼就不會再得到相同的結果了 這個是就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就不會有變化了 這個是它的這個 所謂的循環論證 裡面主要要論證的 所以按照這樣的一個說法的話 那麼生產生死 死會產生生 這是蘇格拉底所提到的 第一個論證 第一個論證 那麼第二個論證呢 則是回憶說 這個回憶說其實在 柏拉圖的其他的對話錄裡面 也提到過 但是蘇格拉底在死前 在斐斗這裡 他談到這個回憶說 主要的是要證明 靈魂先於肉體而存在 然後呢 他在證明了靈魂先於肉體的存在之後呢 他接著要證明的是 就是在肉體 死亡以後 靈魂還繼續存在 那麼這個就是第三個論證 那麼這個第三個論證 在徐熊老師的書裡面 就把它稱之為叫做 相似性論證 相似性論證 所以 這個相似性論證 跟回憶說的這個論證 那麼他們分別構成了 一個論證的一體兩面 一個是說 在肉體之前就已經有靈魂 一個是說 在肉體之後 那個靈魂還繼續存在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回憶說 這個回憶說裡面 蘇格拉底講過像這樣的話 他說 如果任何人回憶起一件事 那麼他一定在某一個先前的時間 就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這樣才叫回憶對不對 所以回憶意思就是說 你早就已經知道 但是你可能什麼 暫時的忘記了 暫時的沒有把它放在 你的這個 腦海中 而把它什麼 存到了你的檔案裡面去 那回憶就是把它再重新 從檔案裡面叫出來 叫到你的這個 記憶體這邊來 這個就是回憶這件事情 那所以 如果 如果 知識是一種回憶的話 那麼 這就顯示什麼 人早就具有知識 只是他被存放著 那麼他需要什麼 透過回憶才能夠 這個獲得 這個是 這個蘇格拉底的說法 那另外一個說法 他說 假定某人在看見或聽到某事物時 不僅意識到這個事物 而且他還意識到另外一個事物 那麼這種情況 說他在意識這個事物的時候 回憶起了另外一個事物 難道不對嗎 那麼這個大概就算是他 對於回憶說的一個論證 那在柏拉圖的另外的對話錄內裡 那麼他甚至用這個數學來證明這一點 那麼他教導一個小孩子幾何 那他在教導這個小孩子幾何的時候 他只告訴他幾個簡單的道理 然後那個小孩就搞清楚了整個數學是 這個幾何的情況是怎麼一回事 那蘇格拉底在那裡的說法是 我只告訴他部分 但是他就知道了這整個的原理原則 這顯示什麼 這個原理原則其實早就在他的這個意識裡面了 所以呢我透過一些例子 然後讓他知道 喔原來所謂的原理原則是這個樣子 那麼如果我要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明的話就是說 當你在學數學的加法的時候 那老師並不是告訴你加法的定義 相反的老師是告訴你 1加1是等於2 1加2等於3 1加3等於4 然後再來2加1等於3 2加2等於4等等 那麼老師所給你的這些都只是例子 可是透過這些例子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加法了 對不對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加法了 那麼蘇格拉底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要說明什麼 他說所以 我並不需要窮盡所有的加數跟被加數 相反的我只要什麼 這個歷勢幾個加數跟被加數的情況 讓你了解這個加法是怎麼一回事 那他用這個來證明什麼 說所以加法其實早就在你的腦海裡 你只是什麼 並忘記了他 不記得這個加法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透過一些例子你就擁有了 他說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麼我們怎麼能夠了解一個人 從一些例子當中他就可以知道整體呢 那麼在我們剛剛所看的第二句話那裡 他事實上所講的就是這個情況 他說某人看見或聽到某事物 就是像看見或聽到 1加1等於2 1加2等於3 這樣的情況 他說還意識到另外一個失誤 就是老師所不曾舉例過的 比如說 27加59 就是你從來他沒舉過這個例子 但是在你理解了1加1等於2 1加2等於3的過程當中 你事實上就會知道27加59會等於多少了 你就意識到他了 那這顯示什麼顯示27加59 這件事情並不是老師告訴你的 相反的是在你掌握的這個加法的原則裡面 所包含的 那麼這顯示什麼 這個加法的這個原理 其實本來就在你的腦海裡 所以蘇格拉底在他的這個學習裡面 有這樣的一種說法 就是學習就是回憶 一個老師教導學生 讓學生去做學習 其實就是什麼 幫助他回憶起 本的 道理本來應該有的是什麼 那麼這個道理本來應該有的是什麼 其實早就在人的心中 其實早就在人的心中 可是呢 他沒有被什麼 喚起 沒有被 這個回憶這個字眼在希臘文是撈起來的意思 他沒有被從你的潛在的 你所儲藏的 你的檔案裡面 儲藏的那些檔案裡面被撈起來 現在呢 透過這些學習的過程 事實上就是把它給撈起來 讓你回憶起來 那蘇格拉底在 這個菲朵這邊 再重新的提他以前 所講的學習及回憶的這個理論 主要要說明的就是 所以人 在出生以後 他實際上並沒有學到什麼數學 可是 經過幾個例子他就知道了 這顯示什麼 顯示他 一定在某一個先前的時間 就已經知道這件事 那麼這個某一個先前的時間 如果我們去看這個人 比如說這個小孩到六歲的時候 學家法 那麼他一到五歲事實上並沒有學 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什麼 在他出生之前 他就已經知道了 在他出生之前 他就已經知道了 那如果他在出生之前 就已經知道 這表示什麼 靈魂在 因為學習的的是靈魂 對不對 所以在他還沒有肉體的時候 他已經先知道了這件事 那麼這個就是他用回憶說 來證明這個靈魂先與肉體的存在 這是第二個論證 那麼第三個論證呢 是相似性論證 這個相似性論證跟剛剛那個回憶說的論證 形成一個對比 他所要證明的是靈魂在肉體死亡以後 仍然繼續的存在 那麼這個論證 我覺得他就蘇格拉比講了很多 包含了很多個別的 可能有點不一樣的論證在 那麼我們看一下 他在這裡面是怎麼說的 他說 凡是由部分所組成的 複合物都會消滅 而非由部分組成的 單純物不會消滅 這個是後來 在歐陸理性論的哲學家 後來再繼續提到過的 比如說迪卡爾 萊布尼茲 他們也都這樣提到過 那麼肉體是由部分所組成的複合物 而靈魂卻是一個單純物 那這一句話 跟上面一句話 結合起來看的話 事實上就顯示什麼 肉體因為它是複合物 它是由部分所組成的 所以它是會消滅的 那靈魂它是單純物 它不是由部分所組成 所以它就不會消滅 那如果它不會消滅 那靈魂就是不朽的 靈魂就會繼續的永遠的存在 那麼除此之外 蘇格拉底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 比較跟這個相似性論證的這個相似性有關 它說靈魂與肉體結合在一起時 會有一個是統治者 另外一個是被統治者 那麼統治者是神聖的 而被統治者是會虎朽的 然後它說靈魂呢 盡視神聖者 而肉體盡視會虎者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說法裡面 這個相似性的論證 其實所指的相似就是什麼 就是靈魂跟肉體 各有它們所相似的 一個相似的是神聖的 作為統治者的 一個所相似的是 這個會虎的 那個被統治的 那麼這個神聖的本來就有不虎的意思 immortal 這個神聖的就是不虎的 那麼相反的 這個與神聖相對的世俗的東西 那就是mortal 就是會虎朽的 那它在這裡面講這個 靈魂跟肉體的關係的時候 顯然就是把它 比附成神跟人之間的關係 靈魂比較接近神 而肉體比較接近人 這樣的一種說法 但是在這整個說法裡面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有兩部分 對不對 就是複合物 非複合物 以及神聖跟會虎朽的 這樣的兩種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些在徐兄老師的書裡面 它是把它當作是同一個論證 那上面這個論證呢 我說到後來 所謂上面的論證就是 這個複合物跟單純物的這個論證 到後來還繼續被歐陸理性論的哲學家 來採納 各位也許會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由部分組成的複合物就會消滅呢 主要就是這些由部分組成的複合物 一旦因為它既然是由部分組成的 所以當然就有可能怎麼樣 再分解為部分 那麼分解為部分其實就是消滅 這個是一個普遍的 古希臘的時候 對於生滅的一種說法 就是什麼是生成呢 生成其實就是聚合 而什麼是毀滅呢 毀滅其實就是離散 所以它用聚合跟離散 來理解生成跟毀滅 你比如說原子論者 原子論者認為 一個事物是由原子所組成的 那這個事物什麼時候生成呢 當原子聚合組成它的時候 那麼它就是生成 那麼事物什麼時候毀滅呢 事物就是在這些原子離散了 不再組成它了 那麼這個事物就毀滅掉了 就毀滅掉了 那麼在這些觀點裡面 事實上都隱含了一個就是什麼 物質不滅 就是說原子其實本身 原子這個顆粒 本身是不會消失的 它們只會離散 那離散了之後呢 它們可能什麼 又去組成別的東西 所以一個人死了之後 你身上的原子就什麼 分散了對不對 那麼有些原子可能什麼 這個變成土壤的一部分 有些原子可能變成河流的一部分 並且流到大海去 有些原子可能怎麼樣 比較輕 所以就什麼 漂流到天空變成白雲 然後甚至下雨之後 又流到地面來 然後可能被一棵樹吸收了 那這顆原子因子就變成了樹的一部分 以及等等 所以這個世界其實沒有增加任何一點東西 也沒有減少任何一點東西 這個世界只有什麼 原子的聚合跟離散 就是原子不斷的分分合合 而我們所看到的就是什麼 萬事萬物的生滅 那事實上萬物萬物的生滅 事實上沒有就是 就是死了一個人 並沒有真的少任何東西 他們其實就是跑到別的地方去而已 跑到別的地方去 因為離散了 所以跑到別的地方去 這個是原子論 那希臘也有人認為 這個人或者萬事萬物 都是由所謂的水火土氣 這個所組成的 這個觀念普遍的在整個印歐民主 在像佛教所講的四大皆空 這個四大皆空其實就是水火土氣 那一切都是水火土氣所組成 這個水火土氣呢 組成了這個事物 所以事物就生成了 同樣的這個事物毀滅就是什麼 它變成了水火土氣 分散到空氣中 分散到土壤裡 分散到這個河流當中 所以就離散了 所以看起來像是什麼 這個事物毀滅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觀念裡面 你可以了解 希臘人比現代人不怕死 為什麼比較不怕死 現代人覺得死亡就是消滅 就消失了 就有有變無了 可是希臘人從來不覺得死亡是有有變無 而是什麼 而是本來組合出來的東西 它現在離散變成別的東西 所以四大皆空這個四大 隨火土氣 就是一個人身體有很多的體液對不對 這些體液可能什麼 蒸發了 或者可能流到哪裡去了 流到河流裡面去了 那麼火大概指的就是 像是一個人體內的熱量 那麼它可能什麼就揮發了消散了 變成別的事物的溫度 那麼土可能就是什麼 肉體對不對 乾燥的肉體 那它如果被埋在土壤裡 它可能就分解然後變成土壤的一部分 甚至可能被植物所吸收 那麼氣就是一個人體內的這些氣息 它可能就什麼消散在空中 那所謂的消散在空中並不是消失對不對 它其實是什麼 變成了空氣裡面的一部分 那麼這個就是 就是有關於這個生死的一個看法 那麼在這些看法裡面 你可以看到比如說原子論 當它講原子是最基本的單位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單純物對不對 那單純物是不會消滅的 原子不會消滅 同樣的如果一切都是由水火土氣所組成 那麼水火土氣離散了 所以看起來消失的是這個人 由水火土氣所組成的這個人 可是水火土氣這些個別的部分 如果它們是最單純的事物 再也不會分解可能更小的單位的話 那麼它們事實上都一直都還在 所以它是不會消滅的 這個是在蘇格拉底的第一個說法裡面 所謂的由部分組成的複合物都會消滅 而非由部分組成的單純物 不會消滅 一個主要的原因 那我們的肉體很明顯的是由 部分所組成的複合物對不對 那而這個由部分組成的複合物一定有一個什麼 按照迪卡的說法一定有一個 extension 一定有一個擴延性或延展性 那麼有擴延性與延展性 意思就是它一定有一個體積一定會佔據著某種空間 那如果它佔據著某個空間 它具有一定的體積 我們當然就可以什麼把它區分對不對 把它的體積除以2 然後這個除以2再可以再什麼 再區分就除以4 然後再區分除以8對不對 那麼事實上就是把它分解掉 就是把它分解掉對不對 那麼所有的事物如果它是能夠被分解的 它就會是moto 這個對近代的哲學家而言 他們把這個moto跟immoto理解為是可分跟不可分 如果它是可分的 比如說你拿一隻刀子捅另外一個人 事實上你就什麼 插進了它的extension 插進了它的體積當中去 所以它會死掉 因為它的身體就被你用刀子把它分開了對不對 同樣的你把一個人的頭給砍下來 它的頭跟身體的部分就分開了 可是如果它就是一個最單純的東西 也就是它不可分 那你就什麼 你沒辦法把它頭給砍下來 因為它已經就是最單純的部分了 所以它沒辦法變成2分之1 變成4分之1 變成8分之1 所以它不會死 不會被消滅 人會被消滅 身體會被消滅 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 比如說細菌啊病毒啊 把你這個身體加以分解對不對 所以人死了之後 它身體就開始腐敗 實際上就是被分解掉 被分解掉 那一個最單純的東西 是沒辦法被分解的 所以它就會長存 那蘇格拉底把靈魂理解為 它就是一個單純物 意思是靈魂不可分 你不可能什麼 由一個靈魂變成兩個靈魂 你就是你 所以這個 我們所講的單位 就是一個人的單位 其實是用靈魂來計算 因為肉體是可分的 所以它有可能什麼 變成比如說大蟹八塊 變成八部分 可是靈魂永遠就只有一個 靈魂永遠就只有一個 那麼這個 永遠只有一個東西 它沒有辦法被分解 沒辦法被 這個 變成部分 所以它就是不消滅的 這個是 在這個相似性的論證裡面 所包含的一個觀念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最後一個論證 徐雄老師把這個論證稱之為 叫靈魂不滅 我覺得 很奇怪 就是說 你現在要證明靈魂不朽 所以你提出不同的論證 然後你這個論證本身 就叫靈魂不滅 聽起來就 用靈魂不滅 來證明靈魂不朽 好像 這個真的就有點像是Totology 我是說覺得就是 如果要給它一個名稱 它不應該跟靈魂不朽那麼接近 但我們現在暫時的使用 它的這個名稱 那麼在靈魂不滅的這個論證裡面 那麼 它用的是一個理性的論述 它首先它說 是靈魂使得肉體成為活的 也就是說如果肉體沒有靈魂 那這個肉體就是死了肉體 所以讓肉體成為活的其實是靈魂 所以靈魂是在生命的一方 而肉體並不是在生命的一方 因為有肉體你也不覺得它一定是活的 除非這個肉體上面出現了靈魂 那麼靈魂在生命的一方 蘇格拉底接著論述的是說 生命的相對是死亡 那靈魂在生命的一方 所以靈魂就不在死亡的一方 那靈魂既然不在死亡的一方 所以靈魂就是不死的 這個大概就是它整個一個 論證的一個推理的過程 推理的過程 那在進行這個推理的時候 它事實上先講了另外一些 不同的推理 在那些不同的推理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一個思考的方式 所以我也把它寫在 頭一片這個第三段的地方 它在那裡面首先講 它說血是在冷的一方 而冷的相對是熱 所以血就不在熱的一方 那你把這個就可以類比到靈魂的情況 就是靈魂是在生命的一方 而生命的相反是死亡 所以靈魂就不在死亡的那一方 所以靈魂就是不死的 那血就是不熱的 這樣的一種類比 另外它還做了一個說 還有另外一個說法說 數字三是在單數的一方 那麼單數的相對是偶數 所以數字三就不在偶數的一方 它永遠都在單數那一方 那同樣的靈魂永遠都在生命的那一方 所以靈魂就永遠不會在死亡的一方 因而靈魂就會是不死的 這個是它用類比的方式 就是談血啊 談山啊 然後談到靈魂 他說靈魂的道理也是如此 這個是一些蘇格拉底 它有關於這個靈魂不朽 它所提出來的一些論證 在這個菲斗裡面 那我們的書把這些論證 因為第一個太多 第二個這些論證呢 有些很可能都有一些 這個可以加以批評的地方 那討論起來就變得非常的複雜 所以我們書裡面就把它省略過去了 那我還是把菲斗裡面的這些論證 這個拿出來談一談 因為一般人講到菲斗的時候 主要的就是講到這些 靈魂不朽的論證 那蘇格拉底在講完了這些 靈魂不朽的論證之後 那麼我們可以聽到 就是他的學生們 就目瞪口呆的聽老師 在證明這個靈魂的不朽 那學生什麼反應呢 他提到 當中的一個學生叫Simias 在我們書裡面的 三十七頁這一小節的第二行 他說Simias claim to be intellectually satisfied 他說我在自信上完全滿足了 就是老師這個講得頭頭是道 講得很有道理說我滿足了 但是呢 and yet 但是怎麼樣呢 他說 the subject is so vast 他說這個 你所講的這個課題是如此的廣大 and I have such a poor opinion of our we human nature 他說這個我對於我們這個虛弱的人性 有這樣的一個貧乏的意見 就是that I can have still feeling some misgivings 就是我覺得好像還有一點不太確定 就我聽你講聽起來覺得很有道理 可是呢我好像還是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就是真的死了之後就沒有靈魂嗎 這個Simias他這樣說 那蘇格拉底針對Simias的這樣的一個說法呢 他回答說quite right and what is more even if you find our original assumptions convincing they still need more accurate consideration 他說即使你覺得我們前面的這些說法 是有說服力的 但是他們事實上還需要更進一步的考慮 那麼他不論是Simias所講的 misgivings 或者是蘇格拉底在回答他的時候說 還需要accurate consideration 事實上都顯示什麼 顯示師徒兩個人都不認為這些論證 就能夠百分之一百的確定 靈魂是不朽的 就事實上是不能夠確定 靈魂是不是就一定是不朽的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這個蘇格拉底是不是還要再進一步給予論證呢 很遺憾的並沒有 因為事實上要完全的證明靈魂不朽這件事情 很可能其實是不可能的任務 也就是說理性上或者經驗上 我們大概都不太真的能夠去證明靈魂的不朽 至少到康德的時候 康德把這個課題拿出來談 康德就認為這已經超出了理性的界線 這事實上是一個沒辦法完全用理性來確定的一件事 所以在三十七頁 就是我們剛剛所看的這一段 最後的四行 他提到 他說 But rather than revisiting the original assumptions Sacrote switches gears and begins to tell a detailed story about the nature of afterlife after just having admitted that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hasn't been completely proven 他說他自己都承認 靈魂不朽這件事情 沒有完全充分的被證明 但是他也沒有再繼續的給予證明下去 他反而換了一個話題了 他開始談什麼 談死後的世界 談死後的世界 所以在我們的書裡面 因此就沒有把這個靈魂不朽的這些論證 這個拿出來說 不過這個蘇格拉底的這些論證 事實上構成了以後 在中世紀的基督宗教的世界裡面 那至於一直到近代的初期 這個哲學家們的一個主要的關心的重點 因為在基督宗教的觀點裡面 這個證明靈魂不朽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這個是各位可以想像的 就是人死了之後並不是舊化無有 這個肉體是消失了 或者說肉體是變成了原子 或者變成了水火吐氣 但是靈魂是在的 一定要靈魂在才有什麼 死後的審判對不對 然後才會再能夠去談所謂的天堂跟地獄 所以證明靈魂不朽這件事情 其實成為後來的哲學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那蘇格拉底的整個關於靈魂不朽的論證 在飛斗篇這裡其實就這樣 他自己也承認這些論證還不足以充分的證明 但是他沒有再談下去了 他接著談到的是 這個所謂的死後的世界 那麼我們如果還記得的話 在前面的第一小節那裡 他講到這個蘇格拉底生前的時候 對於這個活著的時候人有感官對不對 那麼對於感官的品味 對於感官的享受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他甚至還摸著他學生的這個 這個頭髮 這個滑捲 這個感受那樣的一種觸覺 正如同他享受美酒 或者是享受人與人之間的友誼 享受聊天 這些都是在我們有一個肉體的時候 我們所可以享受到的 這個世界有很多可以品味的東西 他們會成為你生命當中很重要的經驗 但是這個主要是什麼 跟生前有關 那麼在這一小節這裡我們主要要講的是 死後的世界 死後的世界 因為他後來就沒有再繼續論證這個靈魂不朽了 他開始談死後的世界 會是一個怎樣的一個世界 所以第二小節這裡跟第一小節就有一個對比在 第一小節講的是活著的時候 第二小節這裡開始要談的是死了以後的 那麼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在第一小節那邊有一句話說 The practice for death is a practice for life 對不對 就是生的實踐其實跟死的實踐是相一致的 是相一致的 那麼我們就要來看看 這個蘇格拉底的 這個對於死後世界的描述 那麼怎麼去跟他的 這個生的實踐 這個可以結合得起來 可以結合得起來 那麼在 所以在這一小節的第二段這裡呢 他首先談到他說 Most visions of the afterlife contradict our truly our true worldly struggle 他說關於死後的那些看法呢 常常跟我們在這個活著的時候 這個這個真實的世俗的 struggle 什麼奮鬥努力對不對 是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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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 our truthfully struggle 在兩個綜藝本裡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都翻譯成 一個翻譯成叫現實的世俗鬥爭 一個翻譯成叫現實世界的衝突 這裡鬥爭跟衝突來翻譯 struggle 我覺得其實是太重了 就是我們在這個世間的奮鬥 我們在這個世間的努力 那麼這個死後的世界呢 是常常看起來好像跟這個是相反的 就是死後的世界好像什麼 不需要努力 不需要奮鬥 不需要做什麼對不對 你想像那個天堂好像一群人 躺在這個藍天白雲之下草地上 然後呢吃著葡萄 或者想像這個 譬如說在佛教 淨土宗裡面 講這個所謂的西方極樂世界 也是如此 都是不需要努力的 所以對於死後的世界 好像大家所設想的都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如果是在地獄裡面的話 好像地獄是逃不出去的 從來沒有人說 我們要在地獄裡面想辦法逃離地獄 所以地獄裡面很可能做苦工 只是在做苦工對不對 然後是順從的做著這些苦工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跟我們在人世間的努力好像不太一樣 我們在人世間 我們需要什麼 要維持生存 那在疫情期間對不對 你要怎麼樣去維持你的生命 然後你要這個 又要能夠譬如說賺錢養家 那麼這些事實上 都是我們活著的時候所需要做的struggle 可是好像死了以後 不管你到天堂或到地獄 你都不需要去傷這些腦筋 所以他才會說 這個 這個 Visions of the afterlife contradict our true worldly struggle 那麼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裡面 他說 the highest values that set before earth are nothing more than projection of our basis desires and fears into the unknown 那麼這句話 我覺得在兩個中藝本裡面的翻譯也 異的不是很好 那麼他說 這個 最 這個 在死後世界 我們所立下的那個最高的價值呢 are nothing more than 就是不過是 不過是什麼呢 不過是一種投射 就是我們活著的人的想像 投射 什麼樣的一種投射呢 就是我們對於一個未知的領域的 一個最低級的欲望與恐懼的投射 他說 死後的世界通常是這樣的一種投射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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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o the unknown 他其實是什麼 這個 同時修飾了這個 bases desires 以及這個 fears 就是我們對於這個 unknown 有desire 也有fear 這兩種 這兩種東西 但是在中藝裡面 這個繁體字的中藝本 那個 into the unknown 指修飾那個 fears 沒有修飾 desires 那簡體字的中藝本呢 則是把這個 into the unknown 翻譯了兩次 這個看起來很奇怪 他說 我們面對未知世界 ok 這個就是into the unknown 對不對 我們面對未知世界時 最卑劣的欲望與對未知的恐懼 那個 恐懼這裡呢 又對未知 又一個into the unknown 放在兩個不同的地方在做修飾 好 這個是 他這裡所做的一個說明 那在這個說明裡面 他接著提到 他說 in paradise we crave irrationally pleasure separated from pain 他說 在天堂那裡呢 我們呢 很不理性的 追求 pleasure 追求快樂 然後後面呢 修飾這個快樂說 他是separated from pain 是一個跟痛苦分離的快樂 那這個翻譯 這個反體字是翻譯成說 我們對天堂存有不理性的渴望 以為在那裡只有快樂沒有痛苦 這個翻譯翻得很順 可是跟整個我們書裡面的論述 其實不太一致 那麼相反的簡體字的中意本 沒有那麼順 可是是比較一致 他說 在我們夢寐以求的伊甸園裡面 快樂與痛苦分離 這不合乎理性 那麼說不合乎理性的在於 快樂跟痛苦分離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在這一節的開頭 也就是在上個禮拜的第一小節那裡 他講到什麼 講到蘇格拉底把他的這個 手銬腳樑拿下來之後 那他就覺得什麼 很舒服 對不對 因為之前被禁錮著 那個很痛苦 那現在被拿開了 所以就有一種快感在 那我們書裡面在那裡提到什麼 他說快樂跟痛苦總是是相伴的 總是是相伴的 沒有那種痛苦 你就沒有得到那樣的快樂 沒有那樣的快樂 所以痛苦跟快樂 其實常常是什麼 是結合在一起的 結合在一起的 那麼簡體字的中意本說 不符合理性的地方 就在於快樂跟痛苦分離了 那因為我們呢 希望天堂只有快樂 天堂沒有痛苦 你可以設想 如果在天堂 你完全沒事做 你不需要努力 對不對 當你很忙的時候 你突然沒事做 那可能覺得很快樂 像我們去度假那樣 可是如果你現在就是在度假的地方 而且你永遠都在這個地方 你可能反而變成什麼 覺得很無聊了 很無聊了 這個顯示什麼 顯示快樂跟痛苦 其實他們就是一個對比 透過這個對比才產生出來 那麼天堂呢 它的不理性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天堂只有快樂 天堂真的就只有快樂嗎 當快樂一直在那裡的時候 快樂很可能變成是一種無聊 變成是一種無趣 快樂一定是什麼 伴隨著努力所具有的痛苦 然後它才會這個成為快樂 那可是我們在想像天堂的時候 其實常常是那個樣子 那麼這就是什麼 顯示了它的一個不理性之處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的就是 蘇格拉底對於所謂的after life 對於死後的世界 他是怎麼去理解他們的 那麼他的這個理解跟 所謂的我們一般人在想像的那個天堂 有些什麼樣的不同 事實上這個不同主要的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天堂就是純快樂 而沒有任何痛苦的這種情況嗎 這是我們一般人所想像的 而蘇格拉底他所理解的死後的世界 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一種景象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誰對於死後世界的敘述是比較合理的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再繼續 你們 necesit很想像那個人 我們來看得到 學生們的人